其實左邊這邊其實就是上次這幾次的採訪之後 我覺得我腦子裡面突然間被你的畫成這樣噹點亮了一下的那個部分 所以今天我們針對那些部分我們就再來加問一下 因為我記得之前Audrey有提到說 你從小時候一直到現在其實通常都是想到什麼就做什麼 那想到什麼就做什麼意思 當然他也有生活上比較隨性的部分 但是也有在學習上面就是探究的那個部分 所以可以不可以分享一下 比如說在學習上面的曾經有的探究 就是想到什麼做什麼 到底是有沒有一個特別的例子或過程 對可以讓我們稍微分享一下 像當時之所以會去沙發沖浪 完全真的就是看到Erdouche的傳記 然後就說原來可以這樣 然後就去做 所以中間其實沒有什麼規劃 就也真的跟Erdouche一樣 就是我到一個地方 我還不知道我下一站在哪裡 就是邊去邊規劃 那這個就有一點像是想到什麼就做什麼 因為通常要環遊世界大概都是要先 每一站都要先想好 對那當時我連下一站要去哪裡 也是看我的一起研究的人 他覺得我下一站應該要去哪裡 他推薦了 我在想辦法去聯絡 那我沒有聯絡好之前 我就還住在他那裡 所以從看到Erdouche的傳記到最後成型 中間是多久的時間大概 可能一兩個月不到 這麼即時嗎 對對對 就本來好像只是要去 應該是愛沙尼亞去Taline 這個參加研討會 之類 但後來就發現原來有這種做法 對那時候就想說 那我就一直買一些單程機票 就好了 對對對 OK了解 好 這真的很快 然後第二個讓我腦中一亮點 就是講到文族跟禮族的界線不存在這件事情 這真的有大大的啟發了我 那如果這樣的話就是 我後來就是進一步的推論就是說 那可能我們 比如說我們在學校裡面 學的是比較套裝的知識 對 就是老師教你什麼 還有學科的概念 對一個學科的概念 但是你自己腦子裡面 經過這麼多年 你應該會有個自己的 比如說驗證之後學到的知識地圖 有嗎 因為這是我的假設而已 可是有這樣的知識地圖 其實它就很像網頁 就是每一個概念 解釋它需要的別的概念 就又連到別的研究 這樣子 所以像我們之前講的說 就是快速信任 那這其實不是只是網路上 也有那種突然間地震來了 大家要趕快找避難的地方 你也不得不快速信任 所以這個是社會學本來就有的一個東西 對 但是到了網路上面 這個概念就變成是 為了共同目的而聚集在一起的一個人 它不一定是像這種災難的快速反應 它也可以是為了興趣的快速反應 那所以這方面的工作 就不是本來的社會學可以處理的 那它就會需要 好比像說經濟學 這個就是Elinor Ostrom 它關於Commons 關於公有地 這個論述就必須要進來等等 所以我還是會用一些學們的那種名字 但是我已經不是在說它有進階 或者是出階或中階的這種循序漸進 而是說在這邊領域的出階的概念 我覺得要解釋 因為有個新的狀況發生了 那別的領域 我不管它是高階還是什麼的概念 跟它相符合的 我就先拿過來 就有點一個超連結 所以是超連結 對 那如果我們用標籤雲的概念來想的話 就是你腦子裡面想的事情 現在目前如果用標籤雲的概念來想的話 最大的幾個會是什麼 比如說最大的三個會是什麼 最大的三個就是 學習、工作跟網路世界 不是我們前三個嗎 因為我現在在訪問 對對對 就是說我現在就是 真的是完全專注在這件事情上 OK 了解 那平常呢 沒有平常可言 就看是什麼樣的狀況 沒有平常可言 就是當下的狀況 每個半小時都是不同的狀態 OK 了解 它替換得很快 那真的就跟網路一樣 網頁一樣 就是你 我忘記Alberto Eco還是誰 就是說你刪掉一個字母 再打一個不同的字母 那當然是螢幕上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但就算你刪一個字母 再打一個相同的字母 它不像在紙上 你會覺得它有一個同一性 就是它是同一個字 而是在中間好像刪掉的時候 這個就已經沒有了 你再打同一個字 雖然理論上它是螢幕回到一樣的狀況 但是我們在腦裡不會給它一個同一性 不懂 不會覺得它是同一個字 不懂 就是說舉例來講 比如說在一個實體世界 今天我在白板上面寫一個字 我把它刪掉 再寫一個一樣的字 但是因為這個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說這是同一幅圖 同一個字 同一個畫面 同一個概念等等 但是如果是在你的電腦的螢幕上面的那個游標 它本身就不是一個有心有知的東西 所以當你把那個字刪掉的時候 它不是跑到別的地方 它也不是跑到板叉上等等 它是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當你在打一個字進去的時候 也不是說我用寫同一個字的筆 它還是同一種墨水什麼的 它沒有東西可以讓它連續 就沒有連續 對 所以就是說 我是在回答你說 我平常的時候的腦裡是什麼東西 就是沒有這個平常可言 因為你在問的時候就有點像是 白板上面已經有一些字跡了 你不管怎麼擦 上面還有一些東西 對 但我的意思是說 我腦袋裡比較不像這個白板 而比較像可能一個電腦螢幕 就我的工作記憶就是 我有意識的部分 中間在一個工作跟另外一個工作中間 它當然需要一點時間清掉了 但是到我到下個工作的時候 我是盡量不會讓上個工作的 還有任何東西留在這裡 喔 所以有點像眼睛裡面不會有殘影 有一點這種感覺 有一點這種感覺 我了解 嗯 真的蠻特別的 嗯 的確 好 那探索關鍵字的那件事情啊 對 也是讓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 當你想到有某個關鍵字的時候 所以上次 Audrey有提到說 比如說你會去找論文或什麼 對 就是那 你通常慣用的方式會有哪幾種 就是當你要探索一個關鍵字 你慣用的方式會有哪幾種 就是可能搜尋請嘛 嗯 然後搜尋請也分成比較學術性的 論文型的等等 嗯 那或者是一般的 那 而且也是跟我的工作也很有關係啊 就是 我現在工作需要處理一個什麼概念 那我就去趕快把這個概念相關的東西去學會 嗯 這樣 所以我不會覺得說 好像一個關鍵字它一定要接什麼 嗯 完全是看這個關鍵字它找出來什麼 那我就直接去看它 嗯 那我舉一個例子喔 比如說現在疫苗大家很關心 對啊 對那如果說現在疫苗是出現在你腦中的關鍵字 嗯 你會怎麼去找 其他的 就是跟疫苗有關的東西 嗯 呃 舉例來講像 疫苗接種證明 那疫苗接種證明 它需要 嗯 電子簽章嘛 嗯 那電子簽章 我就會先去看說 欸那 歐盟是怎麼樣子去處理的 嗯 那歐盟的處理的方式 欸目前碰到什麼爭議等等 那歐盟為什麼會這樣定喔 也許WHO有給它一個什麼規範 嗯 對所以就是每一個它後面都有相應的一些 不管是網頁或者是一些規範或什麼 嗯 那我會去先看一些最基礎的 然後比方說歐盟的那個基礎規範 嗯 但它一定會引一些別的東西 嗯 那所以我會追它的reference 嗯 那reference裡面如果有某個概念我看不懂 嗯 那我再去找 然後把那個概念看懂 嗯 那這個對我來講 我不會有一本好像筆記本說 嗯 我一定要這三個看不懂 我就要這三個都先搞懂 我有時候看懂了其中一個之後 其實它已經帶我到別的地方去了 嗯 所以我那時候腦裡也不一定是疫苗了 嗯 就是先去看清楚這件事情再說 嗯 嗯 所以我有注意到你常看reference 嗯 所以那reference裡面又可以 就是又連接到別的東西這樣子 對對對 因為對我來講就是 呃 如果沒有追到底的話 就是到一個 好了 我覺得大概都已經可以看懂了的情況 那其實我並不是真正了解它前面的這個比較大的概念 嗯 那這個時候我就很容易 嗯 會覺得說那我先停一下 我先看懂它 再往下 嗯 因為不然的話 好像有種不求生結的感覺 嗯 就很容易用這個字的一般常用的意義 去解釋它 嗯 但是它在公文位身上 嗯 可能不是我們日常用語的意義 嗯 那我又不是公文位的專家 對 所以我如果去那樣解釋 我後面的理解就會產生錯誤 嗯 所以就是要先把這個看懂再說 嗯 那有時候為了看懂也會去 因為我學習方式也不是只看 對 也會去找電腦遊戲 對 也會去找電腦遊戲 所以像你講到疫苗的時候 那我就會想到說 那我會去玩這個關於疫苗的遊戲 剛好WHO WHO 對 有出那個瘟疫治癒模式嘛 對不對 的那個遊戲 所以我還真的就去玩那個遊戲 哦 去了解那個就是技能書 所以就是了解到說從遊戲的模擬的角度來看 這些詞在遊戲裡是這個意思 哦 那也幫助我理解到說 原來公文位的人在看所謂的MPI 所謂的這個 compliance 所謂的什麼東西 那 compliance 就不是我們一般法尊的意思啦 嗯 他講的是說大家多了解這些在口罩前行的時候等等 對 所以就是等這些在遊戲裡面給予它比較確定的意義之後 那我再往下繼續看 哦 剛講好那個遊戲是 嗯 叫做什麼 瘟疫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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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癒模式還是什麼 對對對 有有有 瘟疫公司去年被提到很多 Plague INC 然後 Cure 好像 那還有個治癒模式 對 因為它本來是你是扮演病毒嘛 對 你要就是把人類都殺光 對 真的瘟疫來了之後 當然賣得很好 但是WHO就跟 好像是Gavi嘛 也是COVAX那群人 就跟這個瘟疫公司 開發了另外一個專門 就是你是扮演要治好的 的那個模式 OK 所以我是兩個都有玩這樣 所以就比較 有些用詞就會回到遊戲那個場景去理解 太有趣了 對 我來查一下這個 對 你有點像你之前翻譯的那個 跟焦慮一起去冒險 對對對 就是扮演的是那批狼 扮演的是焦慮 對對對 一般人不會沒事去扮演病毒 對 沒錯 太有趣了 好 那我當然沒有 那所以我剛剛有聽到是說 搜尋引擎裡面找到相關的 對 法規啊 或者是 然後去看看它裡面的一些reference 另外也就是說會透過電腦遊戲 沒錯 那我現在看到的是就是兩個 兩個方式還有嗎 還有就是會跟人聊天 好比像說我在學關於疫調的事情的時候 那因為我們辦公室裡面剛好就有一位衛福部之前在SARS的時候 然後擔任過疫調的同事 OK 對那所以我就會問他在SARS的時候怎麼做的 OK 或者是他對現在做法有什麼想法 當年的傳染病防治法 也沒有提到像檢訊室連治這些東西 那未來如果要加進去的話 從疫情人的角度怎麼看呢 等等 OK 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來源 是 好 所以就三種 對 很好 然後還有個講到技能術跟XP就是經驗值的事情 這個我也很有感觸 是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說 以數位證明來說 技能術會長怎樣 我之前有粗略的把它分成就是關於主持的技能 關於轉譯的技能跟關於紀錄的技能 對大概五年多前有過這樣的一個分類 對 那主持關於這個會議不要白開什麼我們其實講了很多 對 對 那轉譯主要就是說其實剛剛有一點提到就是各種不同的訓練 不同的生命經驗等等的朋友 不同的學習方式的朋友 怎麼確保說一件事情可以讓他用比較親切的方式能夠理解他 對 那紀錄是把我們這個討論的過程主持的過程等等 同樣的透過不管是直播啊 主持稿啊等等這種方式去確保說 欸大家是半途加入的之前比較不關心的等等 它可以有一個完整的脈絡 而不是只是一次看到一句這個立刻就起反應等等 所以它是一個建立脈絡的技術 對 那這個裡面當然都有很多就是相關的技能術的支支頁也 但是我覺得主要還是這三件事情 嗯嗯 所以紀錄的技能那邊會怎麼做 包含怎麼操作OBS對不對 怎麼開直播 OBS 就是一個開放式的轉播廣播軟體 OK 它叫開放廣播系統 對 Open Broadcast System 那所以好比像說我如果一面再跟人用視訊聊天 那我就現在會有一個技能就是 像最近常發生就是我用Microsoft Teams 然後去演講 那我用瀏覽器加入但是它不太能夠一面看到我的臉 一面看到我的畫面分享 要嘛臉會縮得很像 要嘛怎麼樣就是有它的問題 對 那所以後來我的做法就是我用OBS的虛擬相機 事前先把我的臉這樣子直拍 然後Slido 橫排 然後把我跟 呃怎麼講就是我的簡報 或者是我的線上的提問系統 把它先縫在一起 然後把它當作我的攝影機的輸出內容 哦 然後再把它傳過去 那如果他們那邊就是連就是把我的攝影機放大的操作能力都沒有的話 那我還可以回來分享OBS的畫面等等 對那這些都是在我記得是最近一次在國家圖書館演講的時候就都碰到了 OK 對所以就是但是因為當時是我一個人操作 所以不像說欸有整個直播組有就可以幫忙 對 對 所以呃我當然沒有他們那麼熟那麼專業 但是因為概念就是他們在操作的時候我也大概都了解 嗯嗯嗯嗯 所以雖然操作起來沒有那麼快 但最好還是都解決問題 嗯嗯嗯嗯 對那這個就是關於呃整個紀錄的技術 對 因為這個過程我也都錄音下來也都錄影 然後呃就是不需要Teams那邊錄影 我也就直接把錄完的就上傳到YouTube了 所以等於呃剛剛在開會的時候或者是演講的時候沒有完全跟到的人 立刻就可以去看呃他的錄影等等 哦OK 嗯嗯 這紀錄的技能是不是也包括呃就是呃應該是說在主持的技能裡面 嗯嗯嗯 有些時候你也會稍微呃比如說去嗯 整理一下先前討論的東西 然後給大家一個簡協簡單的MAP 所以那邊其實那個整理的技能裡面 常常是別人在主持那我幫忙的話拜拜 嗯嗯嗯這樣也可以 也可以 對 但這樣子的能力我也沒有我們辦公室裡面的專業的主持人那麼好 嗯 但我說這個就是說不需要真的都我做 但是如果就是隨時有需要幫忙我可以補位 嗯嗯 對那為什麼這個很重要是因為呃如果我沒有那個最後補位的那個能力 我就不能跟呃其他人說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對 對 因為到最後就是如果真的缺一個沒有人做整件事情做不成 沒錯 那反正就做無作嘛 對 雖然做的沒有那麼快或那麼好但總之有人做嘛 OK 那轉義的技能那邊嗯 可以多講一些嗎 轉義的技能後比像說看一大碟東西然後畫簡報嘛 哦對就是之前講的那些 就是視覺溝通嘛 對對對就開會呃就是應該說轉義技能比較是在 嗯剛才講就是視覺溝通 還有就是有些時候可能把別人講了很多的話 嗯 去摘要啊對去摘要一下之類的 對或者是說習慣文字溝通的人但是本來來的這個東西是影片啊什麼的那還是要用類似那口述影像那種方式去轉義出去這樣 嗯嗯嗯嗯那像這三種技能裡面呃對你來說呃有你學會的先後順序嗎 就說比如說先學會什麼後來才學會什麼之類的 沒有都是一起的 都是一起的 有需要就一起 都是一起就是隨時需要的時候反正缺什麼補什麼 嗯對那如果有很擅長這個的那他在做的時候我在旁邊看 嗯嗯嗯嗯看一陣子也許我練習一兩次大概也就會了 嗯哼 嗯哼 OK了解 好 嗯 好然後之後講到呃講到坐席這件事情 對 嗯 因為OG就是一直很主張要睡八小時嘛 對 那我上次提到的疑問是說呃 嗯 因為有些人可能他的八小時是半夜兩點到睡到早上十點 很厚 對對對 那那那你也覺得說欸這沒什麼關係 那呃能不能舉因為你的例子我們大概就知道 因為之前有講過齁 我們大概幾點現在的幾點睡幾點起我們大概都知道 嗯 那有看到朋友例子是比較晚睡晚起的嗎 嗯 就是然後他的工作模式大概怎麼樣可以分享一下 我自己之前就是這樣 嗯 我有提到說之前常常可能每天都晚一個多小時或不到一小時 可能晚一點點的睡 嗯 所以還不像我如果今天是晚上九點睡 我隔天可能九點五時才睡 嗯 那接下來十點多 接下來十一點多 等等然後過了一個月又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所以我覺得因為有那個經驗 我才覺得說幾點睡並不是很重 沒有關係 嗯嗯嗯重要是要睡飽就是 對對對 嗯了解 嗯那我的意思是說像 嗯我覺得這個這個事情 為什麼我會特別提出來問是 因為說 通常我們都如果 尤其是比如說如果是 就是青少年跟父母親住在一起的時候 嗯 其實他們是 一直會被要求說要早睡早起這樣 嗯 因為大家覺得這是一個好的健康的習慣 對 那呃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嗯 如果不是 早睡早起 而是 想什麼時候睡 然後想什麼時候起 然後睡夠就好 對睡夠就好的話 這個我們要怎麼去跟 嗯 比如說家裡的長輩溝通這件事情 不是睡覺不是很個人的事情 嗯 可是他會一直來吵你啊 哈哈哈哈 哦 就讓你也沒辦法睡的意思嗎 對他會一直來敲門啊 會一直來 一直來 對打擾之類的 OK 因為我們的讀者有一群是青少年嘛 對 我想說可能要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不是很常識的 就是盡量 如果別人正在睡 你在他附近不要弄出聲音 盡量戴個耳機 嗯 睡覺的人可以考慮戴戴耳機 什麼之類的 哈哈哈哈 這就是一般常識性的 哦 的回答 所以 但是就你來說 其實你覺得是沒有關係對不對 當然要戴耳機啦 所以如果你真的會弄出很大的聲音 那不只家裡別人 鄰居也會被吵到 嗯嗯 了解 好 可是我覺得黑客圈裡面 好像大家都是習慣玩睡的 那其實就是習慣忙到一個程度才睡 嗯嗯 對嚴格來講是這樣 就是 在問題解決到一半腦裡的狀態非常多的時候 確實很容易覺得去睡著很可惜 因為我在腦裡的狀態現在 剛好在一個 對可以發 可以發展的狀態 嗯嗯 對所以就是工作到一個階段才睡 我想是非常常見 那也不只黑客啦 所有創造工作者 創意工作者 大概都像是這樣 可是他靈感全用的時候 不會想要睡 嗯 嗯 對那全部都擠下來 或滑出來 或怎麼樣之後 會再睡飽這樣 嗯嗯 所以是不是其實創作工作 它需要一個連續的過程 事實上是不太能被打斷 然後很快要重新開始 對不對 就是說像我自己是每半小時把自己打斷一次 對 對 所以我已經習慣這個節奏了 那就是刻意塑造的節奏 對我習慣這個節奏 那這裡面也有一個原因就是 就是我如果不半小時打斷自己一次的話 我真的很容易當我在做就是我自己很有興趣的事情的時候 真的完全忘記所有其他的事情 嗯 那當然一方面是說這個對社會化不利 但是另外一方面是說 假設我忘記所有其他事情 那也很有可能我會鑽個牛角尖 就是這件事情明明可以用很多方式來解決 嗯 但我會卡進我想的第一種方式裡面 嗯 那因為已經十幾年都養成 嗯 對 可能快二十年後 都養成這種半小時打斷自己一次的習慣 所以這至少這十幾年來 等於我每二十幾分鐘我會稍微退後一步 去看說這件事真的要一直這樣做嗎 嗯嗯 還是另外一個角度會更好呢 嗯嗯 對那這樣子的話就比較全面 而且可以考慮到更多戀愛關係人的想法 嗯 所以我覺得嗯 就是那三十分鐘裡面不被打斷對我很重要 嗯 但是每三十分鐘打斷一次自己可能更重要 嗯 你知道說這是二十年 十幾年 十幾年 從什麼時候刻意的養成這種節奏 說番茄中嗎 番茄中大概二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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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有時候第一個想到的解決方案 它可能在某個小地方上面可以表現得很好 嗯嗯 但是其實讓這個小地方表現得很好是犧牲 後面的可能彈性啊延展性啊品質啊等等別的東西 嗯嗯嗯 那這個在計算科學它叫做 Premature Optimization 就是過早就最佳化 提早的最佳化 都是過早的最佳化 嗯嗯嗯 所以就是把那個事業拉長是很重要 嗯嗯 有時候的察覺很重要 對 因為有些時候 我記得我們在寫作的時候 其實有些時候也會這樣子 對 就是你覺得那是靈感 對 可是那可能就是一個舊的東西 沒錯 因為它就是你吸的然後你很熟練的東西 對 為什麼它是靈感 第一個冒出來就是因為那是你最熟悉的 對 但這件事說不定需要別的方法 對 所以我記得以前我曾經 比較年輕的時候我們有個總品就是說 你要小心那種自動跑進你腦子裡的句子 對對對 真的真的 對對了解 所以其實計算 我覺得我常常覺得城市寫作好像跟文字寫作 是有很多創意相通的地方 工作方式還有它的技法 有另外一句話是說 一個人的城市寫多好 取決於它母語運用的多好 對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個是同一個活動 嗯嗯 我覺得作文能力跟寫城市能力是同一個活動 嗯嗯嗯嗯 了解 不過說到寫作 我自己的寫作是在 就是在英文寫作的時候 就是得到了比較多的架構 嗯嗯嗯嗯 但是中文寫作其實真的是比較沒有想到什麼寫什麼 真的比較是這樣 對 嗯嗯 對 對 好那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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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是 嗯好 那後來有提到創造空間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創造人跟人之間新的互動方式嘛 那麼 那 struggled 以您來說有提過,比如說寫遊戲 寫遊戲其實也是一個新的空間的形式 那所以,比如說像射床這邊其實也是新的空間形式 那所以對你來說空間這個可能的形式 會有哪些種? 除了我剛才講的 就一個就是你剛才講的場所 營造一個大的場所,整個空中 裡面的一個小的場所,好比是一種中心 裡面一個更小的場所,好比像說它的地下室 裡面一個再更小的場所,地下室裡面某一間房間等等 那所以它是一個互相套疊的關係 就是當你在一個小場所,你也同時受到它外面的大場所所影響 這是當然的,就是假設我們說台北天氣很好 那不會說剛好空中那小塊天氣很差 那當然是不至於嘛 對,這邊在冬天,那不可能空中那小塊在夏天 對,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這是空間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聯繫的 就是我同樣在空中 但是我可以說,裡面有一間房間 它專門透過雙向視訊的方式去聯到 可能不知道這個高雄展覽館,假設 那這個時候,當我講空中展覽館的時候 它一定是在高雄嘛 可能在就是很一個具體的高展裡面的某一間房間 對,但是因為透過聯繫 所以這兩個從本來是互相很遠的 突然變成好像隔壁一樣 對,所以大概就是兩件事嘛 一個就是在哪裡這個place 那另外一個就是兩個中間的聯繫就是link 對,那這兩個加起來大概就是空間組成的方法 就是空間跟連結對不對 對,就是場所跟連結 場所跟連結 對 然後最後在談到工作那個部分的時候 您有一直談到共筆這件事情 包括工作上面的以及比如說對於一些創意的發想 或甚至在專案裡面一些實際上進展是用共筆 可是老師說,在台灣這邊講共筆 一般直接會想到的是 醫學院裡面 在準備考試的時候那個共筆 所以這部分可不可以多講一些 就是你的共筆的經歷 不過那個也是啊 因為現在很多準備考試都用google doc 當然 所以那確實是一種或notions 或hackmanb都是共筆 對,那我想就是多探討一些別的方式 比如說hackman那個形式其實並不是 除了在黑客圈知道之外 其實一般真的很少 我想一般現在最流行的就是google doc 跟google實算表 這兩個應該是大家最熟悉的共筆 對 那所謂的共筆就是可以多過編輯者 對 那當然現在什麼都可以啊 這個蘋果的keynote也可以就是分享出來 大家一起編輯換燈片嘛 對,那所以其實我覺得越來越不需要特別強調哪一份雲端文件可以公筆 因為其實當初全球資訊網在設計的時候就是一套公筆系統 就是大家都可以來編輯網頁 那個瀏覽器本身也是網頁編輯器 對,那但是因為網頁編輯當時還是有一點門檻 所以就是後來微軟推出這個IE瀏覽器之後 它只保留那個檢視原始碼 但是即時編輯原始碼那部分就沒有了 就拿掉了 對,所以後來才變成一個比較像單項傳輸的東西 對 那但是到了今天其實大部分的線上文件 不管你放在Dropbox還是放在哪裡 你可以按一個鍵你就邀請別人來一起編輯了 所以就有點像回到全球資訊網最早的那個情況 所以我不會推薦任何特定的軟體 我會覺得說你放在線上的文件 只要你挑了一個有共同編輯功能的空間 那就是共筆了 對,那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共同編輯一份文件 這個可能是大家的經驗 那共筆除了可以這樣做之外 我們如果也先不講軟體的事情 就是如果說今天的共筆是 是比較是怎麼講 就是說它是不一定是針對特定的東西來編輯 而是說它可能要把大家比較發散的概念 就凝聚在一起的時候 對,那個有沒有什麼方法是可以應用的 也就是說如果文件感覺太線性了 你想要發散 那就用類似心智圖 就是大家共筆一份心智圖 像MIRROR就是我們自己最常用的 心智圖的共筆 對,那現在好像Google Meet 一面聊天 一面可以把Genboard這些白板抓來 那些都是很常見的 OK Ginboard現在有些視訊教學的時候 對啊,都會用 對,老師們會用 他們其實還發展出一些視訊教學的一些節奏 比如說一堂課如果四十分鐘 可能比如說十分鐘老師先lecture 然後之後就有互動 用Ginboard互動的時間之類的 就是他們會發展出一個節奏來 所以其實是一個視訊教學其實是好幾個軟體在交通的進行 對對對,這樣很棒 對,這樣很棒 那另外就是說 比如說像之前提到說 你在接任書位政委的時候 其實Ginni的朋友們 他用了,就是共筆了一個文件對不對 那我們的編輯 就是日本編輯他有問到說 他很好奇說 比如說這樣的共筆要怎麼變成一個粗略的共識 我們之前上一本書提示有提到 就是說有個 rough consensus 對 這兩個中間如何連結起來 一個粗略的故事大概就是 大家雖不滿意但是都可接受 都可接受就是 We can live with it 就是這樣子 好了,我不會死 這樣 對,的這種感覺 對,那所以在共筆上面 當然有發散 就是大家一起來問問題 但是也有收斂嘛 就是大家對於回答 已經沒有什麼想要加的了 好像沒有什麼太多爭點 大家 move on 那這個 move on 的之後 那這個就是有點像是一個粗略公式 但它並不是精細的意思就是說 隨時有人想到什麼還是可以回來 對 那不是一個契約嘛 簽了就不能改了 所以粗略公式其實並沒有什麼百分比的問題 比如說這是大概達到百分之多少 並沒有那個進度條 而是說大家覺得OK就OK了 硬要去算絕對是可以算的 但是 對啊,就是說 你可以讓每個人有一些偏好投票的方法 就是說完全不能接受是幾分 然後可以接受是幾分等等 Lumio有另外一個軟體 有做過一些這樣子的 類似Temperature Check 叫做Lumio L-O-O-M-I-O 他們有試過這樣子一種 就是共比一陣子之後 大家都投贊成反對 勉強可以接受等等的這種 就是你如果很想要投票系統 一定都可以在中間用某種投票系統 把這個粗略公式稍微量起來 就是Police也是一種投票系統 對 那但是因為在社群裡面混久了 其實看那個活躍的程度 大家也知道說到這個程度其實差不多了 這樣所以就不一定每次都跑去投票 對 對 就差不多是你剛才講的那個狀況 對 就是大家意見都 差不多熟練了 對 這個感覺是一個很 怎麼講 就是 是一個熟能生巧 可是一般人應該很陌生 就是如果不是在社群混過的人 大概就是不太會拿捏 什麼叫差不多 是是是 不過一般人在實體開會也都有這個能力 就是說沒有什麼臨時動議了 或者是說之前討論的 大家拋出很多方案 那到某一個大家覺得 嗯不太行 但是好啦 勉強 那然後大家再提了很多 但是那些新的都沒有辦法取代這個方案的時候 那大家也會覺得 好啦今天先想到這裡 我想這在實體上大家都有很多經驗 嗯嗯 了解 這其實還是很仰賴主持會議的 當然 對 另外在工作上面有提到說 可以在組織裡面建立橫向的連結 對 那橫向連結這件事情 我記得你之前有提到的是扭基春白社的意思 對 對 比如說他做阿拉伯語的書 可能就有一個hashtag 對 就是拋出開放式的問題 嗯 就是你可以向組織裡面的所有可能回答得了這個問題的人 拋出問題 嗯 但是不是一個一個去打電話 而是讓他覺得回答他沒有負擔 嗯 嗯嗯 就是在一個我們叫reply optional 就是可以回也可以不回 嗯 的這種平台上跑出問題 嗯嗯嗯 所以這樣橫向連結的好處是什麼 嗯 就是你可以認識你的同事 不為你所知的一些興趣或能力 嗯嗯 嗯 因為如果是縱向就是分組分科分什麼分處等等 那就算他有多種能力 但是他是被歸類在他的那一組裡面 他是能在那一組裡面處理事情 但其實他會阿拉伯文 對 但是就是他的分的這一組不負責這個 哦 對 但是你這樣一公開一問 他會阿拉伯文就可以回了 嗯 所以其實就是說 也可能只是徵詢一下他的意見 他不必得非做什麼對不對 因為你如果專門問他的意見 那其實有點打擾他嘛 對 但當你是問所有人的意見 嗯 那反正願者上勾嘛 嗯 所以是一個很不同的概念 嗯 就好像說這個之前也會有人說這個 萬事問臉書啊 或者是在Pulown上面問問問各位旅人啊 什麼之類 那他是完全沒有壓力的 嗯 甚至Pulown還可以用偷偷說啊 那就更沒有壓力 因為你是匿名回覆 對 對 那在這種就是你回也沒有壓力 不回更沒有壓力的情況 那就跟我一一的寫信去請教 是完全不一樣的狀況 嗯 對 所以重點還是那個空間 就你剛剛說好的主持技術很重要 但是一個好的空間可以自動化這些主持 嗯 嗯 所以我第一次說那橫向連結之後 其實他也可能變成一個 比如說任務的團隊 但他也可能什麼都沒有 就是一個意見甄選而已 而且縱使他變成一個任務團隊 他還是不是縱向的 對 還是任務達成就解散了 對 或者是一個類似社團 不是為了特定任務 也沒有指揮關係嘛 嗯 整個講橫向連結的意思就是他沒有指揮關係 嗯 對 所以以前你們曾經有怎麼樣完整的 就是比如說有個橫向連結 後來做了什麼 然後好像解散之類的例子嗎 對 距離米裡面每個專案都是 對 他在黑客宗拋出來 對 願意的人去他那個角落 做一做發表 發表之後大家覺得很不錯欸 那就繼續下去 本來發起的人跑去別的地方沒有關係 這個坑繼續有人填 繼續有人填 對對吃 就是非常橫向連結 因為先挖的人也不能指揮後面的人 對 對 並沒有什麼長輩晚輩的關係 對對對 就是這樣 哦 了解 這個太有趣了 嗯 好 嗯 那另外工作裡面講到AI時代 對 盡量不要吃苦耐勞 對 這件事 可是我感覺這好像比較針對白領 可是如果 藍領也是一樣 像在 那如果是日本有那種職人系統那種怎麼樣 比如說他們家畫漆漆畫了三百年 但是是你有那個品味啊 職人特別講的是品味 嗯 就是對於品質的要求嘛 嗯 但是他並沒有說你一定要古老的方法做啊 嗯 這是兩件事吧 嗯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就算是在那個職人系統 比如說是有傳承的那種系統裡面 對 其實在AI時代他還是可以想到一些創新的方法 對 因為他的傳承 主要還是他能夠分辨一個非常高品質的跟一個沒有那麼高品質的差異嘛 嗯 就是品味嘛 嗯 對但是達成這個品味的方法是可以不斷創造的 嗯 嗯 然後之後就第二次的採訪裡面有談到那個實體空間跟網路空間 是 那時候我們提到了老子對不對 嗯 所以 對 這邊其實就直接到畫圖的部分 對 就是我們就直接到畫圖 畫圖畫圖好了 對對對 因為那圖畫圖我應該就了解了 嗯 然後之後有談到旅行 嗯 所以那次我們談到去尼泊爾 尼泊爾吧 對尼泊爾 對 跟西藏的旅行 然後還有澳修的社區的那個 那個center的旅行 是 那時候我們並沒有講到很多 所以 所以我記得後來提到是說 是有意識到其實那些生理都在一個 就是說那生理其實不需要很多錢就可以生活下去 對 那有其他的嗎 就是這些那幾次旅行給你帶來的一些 比如說影響到現在的事情 嗯 我覺得還是一種就是看待生死的那種態度或者感覺嘛 因為我從小當然是覺得說我充分的發表出去 嗯 那當然不醒來也沒有什麼關係 這是我本來就有的一種見解 那 但是 比較沒有那麼多詞彙來描述這件事情 嗯 我覺得我那個時候去接觸很多 就是靈性或者修行等等的這些 其實也不只去這些地方啊 去過很多別的 那大概都是在試著說 我可不可以把我本來就有這種感覺 用一種大家比較聽得懂的話 嗯 或者是比較能夠充分說明的做法 去提出來 嗯 對那為什麼在台灣當然 我覺得就是整個佛教脈絡 因為他的翻譯已經做得非常好 對 就是我們可以直接舉出一些中文字 而不需要有那麼多借詞 因為他可能唐朝的時候就已經翻得差不多了 對 所以我對那個知識系統是比較有興趣 是因為他到最後給我的那個說明能力是最強的 嗯 對就以我們現在這群人來講 嗯 嗯 嗯 謝謝 嗯 所以像 呃 去您跟我那個其實是 嗯 也是因為爸爸工作的關係嗎 還是是你自己去的 嗯 當然是我自己有興趣才去的 對 他們就是辦旅行參訪團 對 我當然就自己跑去報名這樣 嗯 好 然後這個有提到說 跟社會有衝突的時候 對 不是你的錯也不是社會的錯 是 嗯 然後 然後 嗯 我覺得這個我們講到的 的經歷是關於霸凌 嗯 就是去理解 為什麼那個同學要霸凌你 嗯 但是後來應該也有 就是跟社會有其他的衝突 就不只是 在學校裡面的那個霸凌 是 是 有其他的做法嗎 就是 那形狀是一樣的 就是說先喜歡自己 然後再了解對方 嗯 然後最後是 去想說 欸那怎麼樣子去改變這個結構 未來不要再發生這種事情 嗯 最近變成有一點內化的 反應 標準的做法 對 嗯 OK 嗯 然後之後講到 我有問到 數位貨幣的事情 對 因為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講到是說 嗯 因為那是一個分散式的帳本的概念 對 不一定要當貨幣用 其實可以用在別的 不一定要當貨幣用 對 那 那我現在要問的是說 這個數位貨幣 它出現的影響會是怎麼樣 比如說它現在改變了什麼嗎 嗯 或是說它未來會不會改變什麼 我覺得 當然它目前主要改變的就是 大家對於 嗯 一定要中央集中在某個 大家都信任的東西上 或者人 或者是機構 或者是什麼上 呃 才能夠達到彼此的互信 嗯嗯 就是以前是說 呃 我們假設兩個人沒有互信 但我們都可以去相信同一個東西 嗯 這個同一個東西 它可以是一種宗教理念 它可以是中央銀行 它可以是 就是任何東西嘛 但是只要我們兩個都相信它 它就可以重裁我們之間互信的問題 嗯 對 那這是傳統上面 尤其是關於貨幣都是這樣想像的 對 對 那但是就是 分身上的告訴我們說 沒有啊 你只要大家都相信 同一種建立共識的演算法 那麼即使 所有這些人中間都完全沒有互信 只要大家都覺得 這一套方法可以產生互信 它還真的就可以產生互信 嗯 你不需要去找一個人或一個機構 嗯 來集中大家的信任 嗯 所以就是大家對於信任的那種感覺 信任的定義有點被改變 對 對 就是信任之前都跟權利益的集中 或多或少是有一點關係的 但是現在就是說沒有 你不需要把信任先集中 你可以完全分散式的 那這樣其實它是非常empowering 就是對於個人或者是一個小的團體 發行社區貨幣等等 就是一個小的組織或小的團體 它會覺得它不用依附於一個大的結構 嗯 它也可以獲取一定程度的無形 嗯 所以它是對於整個智力的想像就被打開了 對 真的 嗯 了解 這邊會有個私下的好奇 這邊會有個私下的好奇 對 你們黑客圈是怎麼看總本聰 它就是一個Cypherpunk 那我當時也有加入這些討論 Cypherpunk就是我剛才講的 好像不知道翻什麼 密幅潘克 密碼潘克 之類 就是Cypherpunk就是一群人覺得說 我們可以透過密碼學的應用 來達到我剛剛講到的 就是互信不依賴於什麼 外面集權的東西的結果 嗯 那可以說中本聰是 把這個Cypherpunk的理想 經過中間很多人 包含之前我們又來台灣 我們有聊過那個David Chow 還翻之前很多人啦 PGP啊等等 那Zimmermann等等 那這些人的貢獻 就是加起來 到某個程度 那中本聰找到了一套 能夠調動全世界的財務資源 來研發這件事情的方法 本來都是小規模的個人愛好者啊 或者是對這個很在意的一些人啊等等 用自己的錢嘛 那但是因為分散式帳本 在中本聰手上 變成了一個加密貨幣 所以它就可以調動所有投機 不要說投機投資 與這個加密貨幣的錢 來進行這方面密碼學的開發 OK 所以可以說是成功的一次上市這樣 對 但我覺得就是說 中美聰他現在存在 已經像是一個都市傳說 對 一直有人要說自己就是 然後別人就說你不是 對 我先說我不是 我了解 所以這也會變成你們的話題嗎 比如說大家來猜到底誰是中本聰 之前就是剛出的時候當然會啊 對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在訪問 OK 好 另外一個是講到那個主題狀優的事情 這邊也是畫圖的部分 對 就是可能要麻煩我覺得 就是如果可以的話 這個可能會比較複雜 這個我想一下 對 但是你可以盡量把它簡化 我想一下 謝謝謝謝 然後之後是人際關係的部分 其實剛開始是談到說 比馬龍效應 對不對 然後 但是我記得我們上一回的採訪 不是上一回 應該是去年採訪裡面 其實你有提到說 人生中有很多那種自我驗證的預言 對 所以我想問一下 關於自我驗證的預言這件事情 過去在你身上曾經發生過的經驗 有哪一些 嗯 不過我之前講那個脈絡比較像是說 小孩如果十三歲 你把它當作成年人 對 那他就會自我成真 他真的就很快就成熟 對 反過來講十八歲你把它當小孩 對 這個也會自我成真 他就 一直都是小孩 對 所以本來是在人際的概念上面講這個 對 是這樣子 對 所以現在你要講的是什麼 就是我自己對自己的預言嗎 還是怎樣 對 這是我完全不同的東西 對 OK 當然我會覺得說 像我加入內閣的一些基本條件 就是不下命令不接受命令 然後看到的主持的東西 盡量的去公開 在哪裡上班都算是上班等等 那所以這些不能說是預言 這比較像是持守 就是有些價值要保留 這樣 但是我覺得也是因為講出這些 所以他會有一個願者上勾的一個狀況 就是我就不會碰到那麼多勾心鬥角 我就不會碰到那麼多 他有很多不願意讓別人知道事情的人跑來找我策劃什麼陰謀 對 因為這三個價值是彼此加強的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我入閣之後碰到的事情 都繼續加強這三個價值 以至於我現在還是可以說 這個我碰到的 我現在這個也沒有什麼蜜件會送到我的桌上 以前還有一些蜜件這個可以吃的留下來 不能吃 不能設可能給葉寧 對 但是現在連葉寧都 我們前兩天才簽了一個上去說 那他可能也不需要設密了之類 所以就是說我就真的都不碰 都沒有了 對那我覺得這些事很棒 就是也是因為我對外也這樣講 對內也這樣講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 好那有沒有哪些適合唐峰做的事情 比較像符合這些價值的狀態 嗯 那比較不適合的 是不是找別人 不一定要找他這樣子 對 所以到最後就是不管來我的辦公室的同仁 或者是我自己碰到的事情 都越來越適合用這樣的方法處理 嗯 所以剛開始有點像是一個願景 對 一個宣告 但是後來慢慢就是流向這邊的事情 就會長得那個樣子 確實嗎 確實 對 這個一般人在工作上可以怎麼用到嗎 就是如果他今天是 你說勞骨協商 對 之類的 就是說 就跟老闆說我就是要遠端工作 這個就算是婦女半夜 現在那個大法官不是實現了嗎 違憲 對 也必須要有工作權 對 那所以假設你都是就是要自己在家 然後一面照顧小孩一面工作 那你就是主張說就是要在晚上遠端工作 現在大法官站在你這一邊了嗎 對 那到最後就會變成是你的工作裡面 那種非得進辦公室的大概就不會跑來你這裡 嗯 但那些很適合就是在就是晚上很有靈感的時候 或跟不同市區的人溝通等等 一定就會跑到你頭上 所以就是一開始就是不是只是爭取這些工作的要求 而是把為什麼要這樣子後面那個價值來講清楚 那符合價值的工作就會越來越多的跑到你面前 嗯嗯 那這邊其實也有講到一個就是剛才您講的內外置 就是剛開始你宣告這些事情的時候 或是我們宣告我們想要做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應該還有一個就是 因為外界會有一些第一波的反應過來 會有一個不確定性嘛 對的那時候會有不確定性 所以那時候其實就是堅持下去就對了對不對 對 對就簡單來講就是說因為這些它是為了一個價值 不是你盲目的堅持 嗯 而是說後面有一個原因嘛 像我其實達到互信 對內對公部門對外對社會部門跟經濟部門的互信是我的共同價值 對 所以我提出這三個堅持並不是只有在我身上 我是覺得任何地方做到這三件事 它對做到跨部門的互信就有好處 嗯嗯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概念才有可能傳播 對 那能夠傳播人家才會覺得 好呢 雖然它不習慣 但是它尊重這個價值 嗯嗯 那如果你只是很堅持一個事項 但是不說明背後的價值的話 那大概就會被講說很難相處之類的 嗯嗯嗯對 所以這個中間只有一線資格 對 就是要講清楚那個那個價值 那個價值 對對對 所以這裡面也蘊含著就是如果達到這個價值有更好的方法 我也不一定要堅持我本來的方法 嗯嗯嗯嗯 嗯嗯嗯 OK 好 嗯 你看到它的變化 嗯 不用指名道性 嗯 就是只是講一個那樣的一個狀況而已 不用指名道性 對 不過因為都有竹字或這個紀錄 所以講了竹字也就差不多等於指名道性 嗯嗯 好 那那我就講一個概念好了 我就就同意你的說法不指名道性 嗯嗯 應該這樣講 就是像那個說爆血人體難用到爆炸的 我們都已經知道它的名字 我就不用特別講了 它那個挫折感並不是它自己本身的而已 嗯 因為那些字都是它的另外一個設計師朋友的 所以到它手上它po到join平台的時候 後面已經有一堆人在爆炸了 對 所以不是只是po的這個人或者底下留言 每一個底下留言 說財政部長下台冠貿網路無能等等的人 他後面都有一群更不舒服 只是還沒有上join平台留言 嗯 冰山的一角 對就是冰山一角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樣 但其實後面那個憤怒是很深的 嗯 那為什麼那些人這麼憤怒而不上來留言 很可能就是他們覺得也沒用 嗯 或者是覺得就是一定會被草率的對待 隨便的對待等等 所以我覺得當時有一個很關鍵的就是說 不管你有沒有加入聯署 不管你有沒有留言 怎麼樣 我們都歡迎你看直播 並且用slido的方式 來告訴我們你真實的想法 那因為匿名也不需要擔心被抓出來什麼之類的 所以就是說我們是透過這樣子的集市互動的空間 來營造一個它感覺很安全 可以分散掉 它覺得好像就是幫貓掛鈴鐺的那種感覺嘛 就是它只是用閒暇的時間 又不會被認出來的情況下 貢獻一點點關於這個華麗刀讓人迷惘的拍板 什麼之類的一些想法 對所以就是說我當然常常提就是提案人的名字 但它其實只是一個代表 它後面可能幾千個 用一點點時間來貢獻的人 對那這些都是說 當然一開始非常憤怒 會說爆炸會叫聲下台 一定是很憤怒的 對 但我們也觀察到說 一旦它進入這個留言的空間 一旦它開始跟著直播了 大概大家都開始趕成用建設性的方法在講事情 所以可見就是它如果沒有那麼挫折的空間 這些人並沒有什麼好憤怒的 它就進入那個創造的狀態裡面 所以是從憤怒到創造的過程 對 我覺得你常常提到創作狀態 所以其實創作是一個 應該是對大部分人來說 都是一個正面的動機 然後可以 比如說加入一件事情 然後讓最後的結果變得更好 至少就是可以分享 對就算最後結果變得很不好 但是你怎麼樣到那個很不好的結果的過程 也可以分享出來 對後面的人還是有幫助 對 所以當你說結果最後會變好的時候 如果講的是一個很長期的結果 那麼攤題來講就是有創作總是比較好的 對 對 了解 另外我們有談到協作跟合作的關係 然後我記得您有提到說 合作比較是跟自己認識的人 那協作它的互動範圍會更多 對 所以 所以這邊可能請 就如果有可能的話 可以用圖的方式 好 就是跟讀者解釋一下 之前Cleasure給我畫過一個圖 喔真的嗎 喔好 OK好 然後後來我們有提到階級 就是 階級這邊我記得您提到的是說 一個社會如果談到階級 比如在日本跟台灣 其實比較是把它當作是一個 希望能夠改善 需要打破的東西 需要打破的東西 對 那我比較好奇就是您對階級的解讀 因為以前 比如說馬克思 他其實產生就是有產跟無產階級 而且是用對立的方式 那您覺得現在我們社會上面 有 不過馬克思當時用的那個就是 能夠掌握自己工作工具 對 工作工具 對 跟沒有辦法掌握自己工作工具 這個還是成立的 還是一樣 這是一個有用的區分 對 所以你覺得還是一樣 對啊 或者像 屏股型人 他會區分說 你所在的地方 你生產 或者是你創造出來的東西 都是被掠奪 然後再分配 那就這種比較科層的這種架構 那或者是說 你是可以自由的去交易 但是只能交易給付得起錢的人 就比較像市場 對 或者是說你是在一個宗教 或者是一個家庭裡面 大家都是自由的 他只跟特定的人分享 他不是階級 他叫交換模式 但是他會說 你在做一個活動的時候 你是分成不同的交換模式 你在這三種交換模式裡面打轉 這樣子 所以他不用階級 他比較不用階級 他就是用這三種 以及他覺得比這三種都好的 第四種交換模式 OK 好像因為您的關係 日本現在對於那個秉骨行人的書 變暢銷了 他本來其實就還算蠻紅的 只是說可能就是 擴增了一群 比較年輕 也對這個美學或者哲學沒興趣的 本來沒有那麼多興趣的讀者 對 就純粹是看了我的書 然後跑去看他的書 對 不過我覺得現在日本的年輕人 會開始慢慢的 就是多去探討一些這樣的概念 因為 大概在他們 之前八零年代以後 經濟整個很成長的時候 大家比較沒有在想一些事情 沒錯 但是最近開始 剛好最近其實有一個紀錄片 是在講全共鬥的事情 那個就是三打雷季夫爭 一千多個東京大學的那個學生 在對談 那個其實我後來理解到原來他是一個 創傷經驗 就是那個世代創傷經驗 所以我後來也慢慢知道說 原來曾經有那樣的過去 但是現在 因為我覺得是一個 重新可以在 開始討論這些事情的時候 因為畢竟 嗯 社會上有更多的 就是 更多的狀況吧 也需要年輕人多思索我覺得 嗯 而且現在大家覺得 比較有餘意了吧 就是說不像全夢鬥的時候 是有一種非此即彼的 那種情況 好像說只能有一種路線 數位空間 我覺得真的有一個特色就是 大家都可以試試看 你如果覺得一套經濟體系 比現在的好 那以前是真的沒辦法 你得搞革命 對 那現在你只要挑一種加密貨幣 你就可以試試看你的貨幣政策 對 所以就是說當你在是全新的 甚至比較激進的理念的時候 現在存在著一種你在一個全新的空間 而不是去舊有的空間挖一塊 的那種方式來進行 那當年還沒有網際網路 或網際網路上面這些社群的模型的時候 是很困難幾乎是不可能的 這意思是說其實網際網路提供一個試驗的場域 因為加入的人都是認同這個理念的人 對 那在當時你physically不可能說你一個人在很多個地方 或者是所有共同理念的人 他完全不需要一個實體的居住的地方 都大概都做不到 對 所以當你要做一個公設 你要用到這塊地的時候 除非你去就是大海上面找一個無人島 然後大家會造一個島出來 這當然也可以啦 但是就除非你有那種能力 不然的話總是會跟現有的政體有衝突 對那等於網路我覺得它是提供了一個 不需要有那麼大衝突 但是還是可以實驗全新的貨幣政策 或新的政體的一種方法 對 對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就是試驗場 對 而且其實真的不行的話就改掉就好了 對不行就不行 也不會有什麼人命的傷亡 對 隔著螢幕就比較難傷得到 對 對 就是這樣 太好了 對 這件很好的發現 然後第四次採訪這邊 其實我們談到了那個快樂的 層次 對 我們其實那時候有談到 Fung, happiness, happiness, happiness 對 對 所以 可能如果有圖結的話 對 對 謝謝 那之後我們講到自由的事情 就是 就是 這邊也不是圖結 就是如果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幫人畫出你想像中的自由世界 對 對 然後 之後就是那個牧志明 對 對 所以 牧志明已經知道怎麼畫 已經知道怎麼畫 對 這個很好 對 好 所以就先這樣子 這是之前的採訪的部分 那下面就是之前沒有問到的部分 好啊 那我們休息一下 好 謝謝 再不問上去漏掉了 沒有問到的部分 可能會比較沒有 沒有氣痛 對 不好意思 嗯 就是事情我記得 好像雅琪的書裡面 提到問到你關於信仰的事情 那我想問呢 不是宗教信仰 就是 是信念 比較是信念的事情 所以 不知道有些裡面的信念 就是 有哪一些 嗯 就我信 我的信仰就是 有信仰這件事情 是 是有力量的 我對 懷抱著信念這件事情 有信念 嗯 嗯 嗯 就就這樣 嗯 那你覺得 對我來講 有信仰是一個狀態 對 但他不需要信仰什麼 別的東西 嗯 所以把自己進入那個狀態 就可以了 但是 我不需要一個外面的東西 去掛它 嗯 嗯 那你覺得一個有信念 或是有信仰的人 跟一個沒有信念的人生 嗯 會有什麼樣的差別 我覺得有信仰的狀態 它可以 確保說 對於更多的可能性 都有那個力量去 去讓它進入你 嗯 嗯 那如果是沒有信仰 或者你說的信念的話 那比較容易是 好像碰到一個很大的 無法 無法 好像措手不及的狀況 的時候 那可能會覺得說 那好像 就是沒有辦法靠個人的能力 或個人的意志 或個人的隨便什麼才能 什麼東西 去去面對 嗯嗯 對 但如果有那樣子一種信仰 或信念的話 那感覺上就不是你自己在面對嘛 還是一個比較大的什麼別的東西 其實也是你啦 但就是 比本來覺得自己的那個狀態要來的大的東西 嗯 那好像就可以在很需要力量的時候還是有力量 嗯 嗯 嗯 我了解你的意思 是是是 對對對 這其實有幾個意義 第一個是說 嗯 自己把價值對準在什麼地方 對 第二是別人如何理解你的價值 對應該就是 就是一個這樣的狀態這樣 對啊 就是有價值的是 有價值這件事本身 對 對 沒錯 謝謝 嗯 下一個問題是講到 因為我們上次提到你的少年時代的時候 對 他們比較多是說 比如說 今日是今日必的狀態 是怎麼來的這樣子 對啊 但是我只是純粹的好奇 是說 嗯 嗯 你少年時代有想過自己以後的樣子 沒有 因為今日是今日必啊 所以就沒有 對 就是一天就結束就結束 對對對 是一致的嘛 所以那時候想的只是 明天還急不急的來 嗯 顯然我現在又醒來 所以應該有達成 對 但是其他沒有別人 嗯 了解 嗯 那我可以問一下就是說 嗯 剛才有講到說 在很多狀況下都需要喜歡自己嘛 對 那 嗯 現在你如何喜歡自己的狀態 嗯 就是我的意思說 應該說你怎麼樣 好 這個問題我常常會這樣問 嗯 我對我們家的小朋友是這樣問 就是說 如果你是你們班上的同學 那你會想要跟譚鳳當朋友嗎 對之類的 對 OK 嗯 可是這跟喜歡自己在我看起來是不同的概念 嗯 因為從我的角度來看 喜歡自己講的並不是會讓別人覺得可以當朋友 或讓別人覺得親近 對 讓別人肯定等等 對 主要他是沒有 他不是interpersonal 他不是在一個人際狀態下 對 所以喜歡自己恰好就是 呃 在完全別人都不在的情況下 嗯 還是願意跟自己當朋友 嗯 為什麼是因為 有些人他好比像說 做了違反自己價值的事 其實並不是別人否定他 別人說你根本不知道他做了這件事 而是他自己難以面對自己 嗯 好 那所以就是 然後蘇格拉底還是誰吧 還是阿里斯托特 好像是蘇格拉底 就是說 這個 你為什麼不去偷東西 並不是因為會被發現 而是因為沒有人想要每天都跟小偷住在同一個屋簷下 嗯 了解 對 所以所謂喜歡自己 其實是本來的那個意思 了解 嗯 那我要問的問題 好這個我得到答 對 那我要問的應該是說 嗯 嗯 那我們應該都是彼此的轉世 嗯 所以對我來講 就是假設班上有一個同學要談風 其實本來就已經是這個狀況 嗯 我是覺得說 假設就是要理解轉世這件事情 並不是說 呃 它是隨著時間順序一直往後 嗯 而是說它也可以往前 嗯 所以就是我們現在不管在經歷什麼 嗯 那就是一定 一定最後你的這個意思會從我的角度來看這件事 然後我的意思會從我的角度來看這件事 然後我的意思會從我的角度來看這件事 嗯 那為什麼是這樣 我們是彼此的轉世 這個這個概念 那麼有用 就是因為它是對我來講很有效的可以把那種進入有信念的狀態 會有信仰的狀態 召喚出來 而不需要什麼 除了我們兩個之外的別人 嗯 所以就不是說 我們兩個之外有個神 我們兩個之外有一個 呃什麼 呃 律法 我們兩個之外有什麼 別的東西要我們相信 嗯 但是關於我們兩個之間的互動本身 就可以是 嗯 就是可以是完全 呃 互為主體的 就是其實說不定是同一個主體等等 嗯 對它只是目前暫時先體驗這邊再體驗那邊 嗯 這樣所以呃 所以我如果翻上一個同學叫唐峰 其實就跟我翻上一個同學叫別的名字 其實是一樣的 嗯 對我來講 嗯 嗯 就是 就概念 我們我們是彼此的轉世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嗯 應該這樣講就是 呃 你現在是說希望我設身處地說我現在不在這個位置 而在某個別人的位置 那個別人有一個呃 不同的經驗嘛 有一個不同的呃成長歷程 嗯 那從他的角度來看唐峰 嗯 會怎麼看 對對對對 你的問題的結構是這樣的 對對對對 那當然我的意思是說這對我來講不需要假設 嗯 對我來講呃我們現在在互動的時候 嗯 那我就是從好比方你的角度在看唐峰 哦 嗯嗯嗯 對那但是這個就是說很難解釋說為什麼我覺得這是連續的 嗯 就是說我從你的角度來看唐峰跟我從唐峰角度來看你其實是同一回事 嗯 的這件事情其實很難用字來解釋 嗯 好比像說這個我就是登出之後重新登入進來 其實還是這個場景只是你的角度了 嗯 這樣子的那種感覺 嗯 那我們是彼此的轉世這個是什麼時候就是出現在 我的詞彙裡面 詞彙裡面 對 好像是20也是差不多10年左右 哦 在應該是Hacker News還是Reddit好像是Hacker News OK 上面看到這樣一種講法 OK 對因為在此之前我都是用什麼Ubuntu啊什麼之類就是別的概念來解釋這件事 但是後來發現這個比喻我就覺得這個比喻非常好用 嗯嗯 它其實有講到人我之間的那個共融 對 融合那個融合對不對 嗯 所以它其實不是比較不是宗教的意味對不對 就是我們是彼此的轉世這不是宗教的說法 對這就好像說你的你的注意力現在先放在你的視覺經驗上 然後因此就比較有點聽不到旁邊的聲音 嗯嗯 但是後來你眼睛閉起來就去聽旁邊的聲音 嗯 這樣子那但是你不會覺得說這是你的眼睛是一個個體 嗯 你的耳朵又是另一個個體 嗯 然後你的主體在這兩個中間切換 嗯嗯 你會說你的注意力從眼睛上移到了耳朵 嗯 欸注意力就放在你身上了 嗯嗯 嗯 我再來拿捏一下要怎麼樣把它寫出來 嗯 這個這個不容易寫 對 嗯 不過總之後來我所有的寫的東西我都會 嗯 沒問題 那你再確認過 因為我怕我有什麼誤解 嗯 嗯 對 好 嗯 嗯 這個習慣我覺得現在不太好用了我就放掉它 好 但是我也沒有說我放到這個習慣是為了達成什麼新的目標 沒有 也沒有 對純粹只是覺得好像不趁手了把它換掉這樣子 對 所以習慣其實如果是這樣比如說習慣其實有點像是日常生活的某個平台 對 對 對 比較像是這個就是你透過習慣去完成某些事情 對 所以重點是那個習慣 嗯 而不是最後來完成什麼 對不對 對 就是說任何就好像我們之前講到說那個價值是在給出什麼 而不是就是機具了什麼 嗯 就是聚合了什麼 那同樣道理我們也可以說一個 一件事情它的價值主要是在那個經驗 就是你要說藉由習慣而塑造經驗也可以 對 而不是在那個終點 對對對 就好像之前我常常舉一個例子說你如果終點只是去爬山 可能你就不是去爬山而就空降 對 就好了 或傳送或找個機器人幫你上去 對 但顯然那不會一般來講不會被認為是爬山 對 那就是因為那個經驗比較重要 所以重點在爬而不是上 對對對 有點像這樣 是這樣 好 好 那 後來 挫折 我想問一下挫折的事情 有沒有曾經被您定義為挫折的經驗 然後 就是急著去改變什麼 只要有心急的感覺 那就是挫折的經驗 當下就是挫折的經驗 當下就是挫折的經驗 那麼短的時間就要去怎樣 對對 我覺得剛才那個解釋很棒 就是怎麼還沒怎麼樣 當下就是挫折 對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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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我想問一下就是哲學這件事情 因為 因為 雖然您 曾經 比如說 有接觸過中國的哲學 中國古代哲學家 也接觸過比如說維根斯坦 西方的哲學家 所以我感覺哲學在你的生命中 是很早期就跟你在一起的 可是其實有很多人 比如說像我 其實並不是這樣 我們頂多有的是生活的體悟 人生的體悟等等 那我的意思是說 您覺得人生裡面 具有哲學的訓練是必要的嗎 我覺得不是 就像說 你要欣賞音樂 你不一定要真的學樂器 對 那有能力演奏樂器 當然你可以創作新的音樂等等 這個你聽到的也很容易演奏出來 但是就吃不去你就哼一下旋律 也很開心 而且現在就算你什麼 真的完全都不會 你也可以類似像就是DJ的那種能力 就是你去找到符合你當下心情的那些東西來播放等等 就是有個疙瘩 對 那這些都可以達成最後差不多的結果 那所以就是學不學演奏樂器 我覺得還好 哲學的對你來說 它在人生裡面是起的作用是什麼 它就是對我來講 我會把它當作一種習慣或者一種活動 就是當一個想事情的方式 就是好像面對新的這個狀態 好像沒有辦法對應了 就是我無法理解了等等 對 那按照維格斯坦的講法是然後陷入一個迷宮 或陷入一個什麼酒瓶 或陷入一個什麼 那哲學是一套練習 就是說我只要用這樣子的方式來運轉我的思路 那慢慢就走通了 不管是卡在什麼情況下 好像就走得出來 對 所以它是一種 好像類似導航嘛 看星星知道這個要開往哪裡 那樣子的技巧 所以對我來講 它是一個 時常可以練習的技巧 所以通常哲學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就是出現在你的生活裡面 我剛才講 我剛才問的是說 就是它起了作用嗎 但是通常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你會發現說你又有些新的領悟 沒有 這不一定是領悟 就是 可能就是在一個困惑的感覺裡面 的時候 或者是一個 我們說啟蒙的那個蒙 就是一個 就混沌不明的那個狀態 那那個時候就會 就是哲學對來講 並不是一個 我就去想它 我就會頓悟 不是那種好像突然跳過去的狀態 而是說它是一套 等於是要思想的習慣 思想的練習的方法 所以我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跟自己相處 去反思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時候 運用這些方法 到最後我就可以進入一種 那我本來卡住的那些思路 我先放到旁邊 然後比較好的去融合新的狀態 然後到最後 就有一個新的理解 可是它不是好像頓悟的那種領悟 它是一種理解的方式 就是這樣子 對 好 所以 剛才其實 之前你曾經有講到 其實 你 對於外面的一些知識的理解 其實是比較是 沒有在分它的流派或什麼 對 所以你對哲學也是這樣嗎 比如說東方的哲學 跟西方的哲學 對你來說 也是你覺得可以用就用這樣子 對 可以這樣說 而且我不會特別去覺得說 某一個情況一定只能用某種方式 對 所以我們碰到一個倫理學的狀態 那它也不是一定說 我要進某種義務或者是說 要有某種情操 還是現在犯德性 隨便了 那或者是說 要達到什麼效益啊 什麼之類 我不會覺得說 好像哪一種流派一定適用 一定不適用 我會覺得說 當時那個困惑的那個情況 比較說人數少的時候 那跟人數非常多的時候 那說不定人數少的時候 比較容易計算效益啊 說不定人數多的時候 因為大家偏好真的 就是 南遠北車效益不好算 那這樣子是不是還是 就是 就是 德性跟義務 比較容易執行呢等等 所以其實這有一點像是 就是 一種 一種工程的態度 就是說現在就是要造一座橋 那我手上有這些材料 這些材料 但我沒有管說 它本來是 哪裡開採的 或者是 它本來是哪裡拆下來的 或什麼之類 反正就這些 就是湊一湊 到最後能夠 就是 把河面上面有一座橋 這個才是重點 這樣子 對 也可以說是 一般會被認為是 就是比較實用主義 的這樣一種看法 對於哲學來講 對於哲學來講 因為哲學這件事情啊 像我們以家長的立場來看 就是 我們會有些 疑惑於就是 比如說世界各國的學校 是怎麼教授哲學這件事情 對 比如說我知道在法國 哲學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考試 就會問一些很困難的 沒有高級答案的問題 對 可能要考一整天的那種考試 對 可是在台灣的學校 幾乎只字不提 就是 我說是高中間 因為沒有標準答案 對 對 這個比作文還沒有 這個 滿幾分的判準 對 所以就是 我就很好奇說 為什麼兩個國家的高中 學生 學科裡面是 有這麼大的差別 我們自己是出於一個 對講的很好奇 確實 確實 好 那 就回到那時候就是 十四歲那一年 就是下個問題 就是 面對不確定的未來的時候 你問過自己的問題有哪些 你記得嗎 嗯 你說閉關的時候 嗯 閉關的時候主要在想的就是 就是 嗯 要怎麼樣調和 嗯 線上的社會環境 嗯 嗯 我自己的 平常的相處的社會的社會環境 嗯 那 當然還有其他別的 也許 我自己感興趣的 一些新的社會環境 嗯 就是 我覺得主要還是 嗯 主要還是在解決一個就是 我能不能夠不要再去 好像一定覺得說 有identity 就是有一個身份 有一個認同 嗯 因為 大家會要完成一個學業 或者是有一個穩定的職位 很多要的是那個認同 那個 就是 你不需要特別說明社會就知道 怎麼跟你相處 對 的那個東西 對 你要把它叫做社會身份 或什麼都可以 對 那假設這個完全沒有了 那 那 有什麼 那這個是主要問的問題 嗯 最後還是有什麼 嗯 有共同的經驗 共同經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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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後來這共同經驗 嗯 在人生裡面 嗯 在那個之後的人生裡面 嗯 它的定義一直都是這樣 還是說 就是說與其說我是 某個研究所的研究生 不如說 我有跟某某老師研究這個的經驗 哦 OK 就是交集的部分 對對對 跟別人有交集的部分 對對對 就是就像為什麼我現在 不會說我是男生或女生 我說我什麼時候 經歷了什麼青春期的經驗 嗯 嗯 了解 所以從那時候一直試用到現在 對 因為這就很好用 所以認同的是共同經驗 對不對 就沒有認同 沒有認同 因為認同它有一個排除性 對 就是說當你認同這個的時候 你同時也是說 你認同你不是那個 哦 對 那就當你認同說 這個我是在正規的學校裡面 取得了某某學位的時候 嗯 你說我的博士學位 是在這所大學拿到的 你同時也是說 你不是在那些那些那些地方拿到的 嗯 對 所以當它有一個框錠的時候 它同時框裡面 可能比較小 它主要是在說它不是框外面的 嗯 對 那但是如果現在不是用框 而是說 曾經在這個時候有這種感受 曾經在這個時候有這種體驗 那這樣人本來就可以在不同的時候 有很不同 甚至截然相反的體驗 所以這個就沒有任何排除性 嗯 就是我在過去的某個時候 跟你在過去的另外一個時候 曾經有過類似的體驗 這樣就夠了 對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這不是identity的概念 嗯 不是 嗯 嗯 如果這樣的話 那共同經驗應該會隨著你人生的經驗 不斷的擴展 當然 所以啊 以這幾年來說 就是在入閣之後 對 你覺得你增加了哪些方面的共同經驗 各種各樣都有 對 像我們的辦公室的組成 也是各種不同的專業 各種不同的部會 對 那多一個人來 我們多處理一個案子 我就多了一個 這一個方面看事情的不同經驗 嗯 對 我以前當然不會做疫情調查 對不對 我怎麼可能又過這個經驗 但是因為跟醫療人員一起工作 因為建制醫療人員用得到的系統 我到現在也有一種 好像參與了疫情調查的某部分的經驗 對 對 但是我不會說 我的認同變成一名醫療人員 絕對不可能 沒錯 但是我碰到做醫療的朋友的時候 我現在跟他多了很多話題 可以講 等等 那我想問 為什麼 要拓展共同經驗這件事情 對你這麼重要 因為人還是在社會裡頭 所以你在社會裡頭 我光是要怎麼自我介紹 對吧 那所以 這樣大家會問我說 形容自己是怎麼樣的人 然後就會說 現代之人 對 Homo sapiens 那為什麼 因為我想最大化這個不同經驗 顯然你也是 對 但我如果用別的方式來介紹 那可能你就不是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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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要再想一下 怎麼融合進去 有啦 我們上次其實有講到這件事情 有啦有啦 就是比如說你不吃 人家問你吃什麼 你會回答的是 對 脂質蛋白質這些嘛 對 所以我 但我還是有點就是 呃 我的意思是說因為 嗯 在你生命比較 就是年輕 年輕的時候 其實 你是被大家定位為 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嘛 就是其實在別人眼中 你有一個特定的形象 比如說天才啊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可是後來在你自己 開展的人生裡面 你卻這麼 嗯 熱情的去擁抱 共同經驗這件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對比 這樣子 嗯 所以我在想說 這個要怎麼來解釋 這個共同經驗 你這部分講了什麼經驗這樣 對 後面講天才 我的理解也是說 有一些與生俱來的才能嘛 嗯 對那 但你也有啊 大家都有與生俱來的一些才能 嗯 有一些比較有共同的 我們就可以分享嘛 嗯 不共同的可以互補嘛 等等 就是說 任何這種感覺上會 排除性的概念 只要用這種 不是認同 而是共同經驗的角度去看 它突然又變成一個 有利於溝通 而不是有害於溝通的東西 嗯 嗯 了解 好 好 下一個問題是 這應該是我們的一本編輯問的 就是 您認為怎麼樣才是 是值得活的人生 嗯 還是說你現在人生就已經是 值得活的人生 這應該反過來問啊 嗯 怎麼樣是不值得活的人生 嗯 對 就是 嗯 好像有一種講法是說 如果我接下來還可以活十年 嗯 但是活的是不那麼值得活的人生 嗯 我願意用五年很健康的很舒服的人生 嗯 去減短五年的壽命 但是 這五年都過得不錯 嗯 對 所以這個尤其是用在一些比較失能 或者是疾病末期 的時候 那它會就是 就叫做 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 就是 你會願意這個換幾年健康的人生 這樣子 那最後就說 那所以 因此雖然你 預測還可以活十年 不過差不多等於五個健康的年 嗯 這樣子 所以它不是一刀切說值得不值得 嗯 它是說折算之後差不多等於 嗯 多少 嗯 對 那那但是 在在我這邊似乎 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你在講的是共同經驗 嗯 那每一秒都有不同的經驗 嗯 那而且即使這個經驗是很不舒服的 對 那也表示我跟有類似不舒服經驗的人的溝通 變容易了 對 對 那所以等於就是每一刻都是 一刻完整的 我不會覺得說我今天很不舒服 我就願意用折瘦半天換半天很舒服 嗯 我會覺得這一天很不舒服 那我就是有這種不舒服的經驗 嗯 我未來碰到類似的情況 我就知道怎麼說了 嗯 了解 所以如果以共同經驗來看的話 其實 並沒有什麼不值得 對啊 對啊 唯有你先把這個自己的認同已經變成怎麼樣是值得 才會覺得說 那這個算半價 對 好 才會覺得說那這個死了算了 了解 對 好 嗯 好 嗯 嗯 那個 這邊有一題應該是之前問過了 對 對於書上的知識應該如何驗證 這個之前有講過 我們就跳過去 對 下一題就是 也是跟閱讀有點關係 但是二十歲以前讀的經驗點啊 其實也真正影響到現在 嗯 在我們上本 是不是那個十大書單裡面好像提過 對那個都有了 有要補充的嗎 沒有 就那些 好 嗯 然後再下一題是 嗯 在數位時代怎麼樣去解讀老子跟 比如說莊子的思想 有嗎 有這種解法嗎 你的意思是說 他們講的 因為他們當時當然沒有網路 對 怎麼在網路裡面重新賦予它的意義 是不是 對 嗯 嗯 我會覺得當然 最最主要的差別還是說 嗯 就像剛剛講到的就是 他們的年代只有你人在哪裡 對 但是現在還有 因為透過連結嘛 你可以人在一個地方 但是心在好幾個地方 就注意力在好幾個地方 對 那這個狀態當然是 很有意思的狀態 對 然後 當然老子也有 也有講到這個 一些類似的情況嘛 就是貴大患若神啊等等 就是有些概念是在描述這個 對 那但是從他們的狀態上面 我覺得那還是比較個人的 就是說 因為實際上你不可能人在一個地方 但是心神跟一群別人在另外某個地方 嗯 所以他在講的比較都是說 那我就跟天地融合了 我就跟什麼融合了之類 嗯 但是有了數位世界之後 那等於是說你的身體跟你的喧嘩 也只不過是另外一個視窗嘛 嗯 你同時還可以開好幾個視窗 對 那所以就是他們本來的這些想法 我覺得能夠適用的範圍就擴大了 嗯 等於說這些詞或這些概念 它可以描述可能他們本來沒有過的一些經驗 嗯 對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剛剛講到是 我是很實用性的在用這些東西 對 對 所以我不會覺得說好像我認同老子或莊子 我要反過來用現代去做他們的主角 我沒有這個感覺 是老子跟莊子有創作出一些思想一些概念 那現代這個情況哪些好用 那我就拿來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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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就是上次有講到黑客精神 黑客精神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 其實它應用層面在這場生活裡面比我們想要中要廣 比如說 嗯 早幾年因為矽谷他們 不是 也發展出一個比如說 嗯 防彈咖啡 就是說 那樣子的一個飲食方法 勇於實驗 勇於實驗 就是body hacking這樣子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就你自己的看到或是你自己的體驗 你覺得黑客精神在這場生活中 嗯 可以怎麼樣去展現 嗯 或是應用 對我覺得主要就是兩個 一個就是盡量去發表 嗯 就是你有什麼新的想法一些很奇怪的點子 什麼之類的 那但是要想說 你這個不是只解決自己的問題啊 可能也解決別人的問題 嗯嗯 所以就是幫別人省去這個一開始想的探索的時間 讓他可以花同樣的時間但是探索的更遠 嗯嗯 這個就是多發表了 多發表 我覺得這個是最主要的事情 那現在發表也很容易了 對 所以大概就是日常中絕對可以第一個做的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就是不滿足於權威的解釋 嗯 對 因為對任何事情都有多種可能性 那如果你就接受說 這個因為某個權威人士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那第一個他說了你也沒有去驗證 你也不知道他講的對不對 嗯 那第二個縱使他講的對 你驗證的過程 你會更深入的理解這件事 嗯 也因此更容易創造 嗯 對 那如果完全不驗證的話 那其實這個權威它只是怎麼講 就是你去忙別的事的藉口 其實這件事情並不是真的很想想 OK 或者也不是很想確認了 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就是盡可能多確認 那確認的過程那當然也多發表 嗯 就多確認多發表了 那這個跟我們說Maker Maker創客說可能是科學什麼也沒有什麼差別 對 基本上黑客精神我覺得它只是 呃在剛開始出現這些大的 一個人很難理解的機器系統 或者是未來的數位系統 嗯 發展了一種文化 因為一個人真的無法了解這麼大的系統 嗯 所以真的必須一群人都很專注的在 了解一些分享一些了解一些分享一些 才有可能多多少少理解到一個狀態 嗯 那這個跟好比像說 呃當年實驗的科學剛出現 當時叫自然哲學 的時候其實是非常像的 嗯 所以我覺得這跟就是所謂的科學精神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 它是一脈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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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們碰到一個 好像新的以前的科學沒有研究過的 那麼複雜的東西 對 對 對 不過這兩個可是一個是很實用的見解 對 就是其實政治日常生活都可以用 對 嗯 嗯 比如說Google地圖 你就上著走走看 是不是真的會這樣子 對 對 嗯 好 了解 好 那最後一個假想 後來之後就是假想題 就最後一題了 對 如果有機會穿越時空 嗯 你最 去扮演歷史中的一個人物 嗯 最想扮演誰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個題目就是 因為前陣子不是很流行那種 穿越時空的小說 對 然後通常都是他去裡面 就變成另外一個 對 就變成另外一個人 我只是突發奇想想到 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這樣 對啊 那就可能就 可能穿越就變成你啊 然後來採訪我 或者變成舊肯 然後來這邊拍 對 對 就是很合乎我剛剛講的那個狀態 對 所以你知道隨便嗎 不是隨便啊 就是在場的其他人 在場的其他人 在場的其他人 就基本上就你啊 就做成 嗯 了解 像穿越時空這種小說的題材 你會被吸引嗎 之前有看過一些啊 穿越的 嗯嗯 然後有特別吸引你的那個點嗎 就是說哪一個 有沒有哪一本是特別吸引你的 哪一個故事 像你看回到未來那種 會有什麼感覺嗎 會啊 像天能 就我之前常常講啊 就是 會在腦裡睡覺起來之後 建立起那個劇情線嗎 嗯嗯嗯 對 那就是 因為對我來講 這不是一個 嗯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想要穿越時空等等 它後面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我想要回到過去 去改變一個什麼 對 試一個新的可能性 對 試試看未來會因此而怎樣不同 等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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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一個自由度 但是這個自由度 我現在也有啊 嗯 我現在做一個不同的創造 我會改變未來啊 某種程度來會透過我來 其實你已經在改變未來 對對對 所以就是說 要改變未來的這種自由度 現在我已經有了 對對 所以我不會特別去想像說 我回到一個過去的某一個地方 穿越到某個異世界 因為大家穿越的一個 我覺得它那個狂想的一個 一個出發點是 在現實世界 現在這個世界有太多 讓它沒有辦法盡情的發揮創造力的社會結構存在 對 所以它想要到一個沒有這些社會結構的地方 然後就可以 沒有問題 好 對 然後就可以愛做什麼做什麼 或至少受到比現在少的拘束 對 但我現在就已經 就是我如果覺得接下來怎麼樣比較好 我就可以創作了 對 所以我似乎不太需要了 對 如果就改變未來這一點 對對對 那我當然會好奇說 可以跟我在同一個時空的怎麼看這件事 對 所以我對對方 比方說對你啊 對Joke 對其他人 還是有好奇心 所以你剛某一問的時候 會覺得說 那不如我就從你的角度吧 對 那就是不會說好像時間上要到不同的時間 嗯嗯 了解 好 所以重點是改變未來這件事情 對 好 那我們問完了 感謝 謝謝 謝謝 我們